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引力精华水以及黑引力面霜 我刚刚使用它的时候 它就是那个味道是那种高级的木质香调 我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然后你到睡觉的时候 它那个香调又慢慢变成那种 有点偏小婴儿的感觉 我就很抓人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味道 我觉得它还可以做一个身体乳 这个水它的质地呢 它是这种 偏牛奶的 再几种 直接上脸 它吸收速度挺快的 但是你会发现它越抹越润 越抹越润 它们家这个好像是用到了 一个水乳精华三合一的一个东西 就是既有乳液的一个保湿效果 然后还有那个精华的一个功效性 如果你是特别油特别油的话 或者你知道今天就是 你是一个日外活动 那我觉得你单用它们家这个水都可以搞定 所以它这个水的保湿效果特别好 哦对 我是干皮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第二 特克顿薛克的发型不能买 好了 我们脚趾穿了喝饱水了之后 接下来就要进行一个锁住水准 然后就是它们家的这个面霜 我觉得它们家这个面霜 是会承包过整个夏季的面霜 因为它这个面霜的质地 很舒服 是那种麦当劳的那个冰淇淋甜筒的那个质地 它是抹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 它哑光了 但是你摸着这些皮肤 它是滑滑的 糯糯的那种感觉 像我今天暴晒一天的话 我等一下就会用这个用来作为厚涂式 第一天你会觉得 整个皮肤有一种往上走的感觉 对了 我刚才有没有说过 我今天记录只睡了两个小时 是不是看不出来 是不是可以 这个状态 除了发型有点软 这个熬夜呀 然后暴晒了之后 你用这个面霜进行霍土 你把它当做那种睡眠面膜来使用 霍土第二天 你会觉得整个面膜都有往上拔的感觉 就很紧致 然后剩余的进去 把它慢慢的往下 沿着淋巴这样推下去 带到颈部 其实我们颈部也很需要 就是这些东西来自慰它 但是这一套CP组合全打下来 我觉得就是给我皮肤带了很多稳定性 好了 我的那个护肤流程到这儿就结束咯 接下来就是推荐一个大家经常有的问到的洗面奶 耐科的洗面奶 耐科的洗面奶就是洗了之后 你会觉得皮肤是滑滑的 像我的话 我不会希望说一盘洗面奶洗的时候脸上特别滑干 这个呢刚好它有一点滑滑的 如果你希望它把那个滑润度减少的话 你可以多用水去冲一冲它 当然看自己的一个喜好来选择产品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的爱用好物分享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哦对了 今天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CP搭档 爱你们 所有的男男子每天开心每天快乐 谢谢你们看我今天的Vlog第二代 爱你们